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时尚的美丽女生 都很喜欢玩美图软体 但是呢 照完照片之后 还需要再修图 才能够让脸型变得更加的漂亮 但是今天 我们如何不需要再透过美颜修图软体 一样能够让你的脸型更加的立体 更加的饱满 更加的漂亮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荣重邀请到了 是我们真善美整形美容中心的 孙国鼎院长 孙院长 你好 听到 各位观众你好 到底是哪一些的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 是大家喜欢拍照修图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见到所谓的大扁脸 就是脸没有形状 看起来像柄或者像一个 像个盆子的或这种感觉 脸很大的感觉 那这个事实上呢 很多当然对年轻人来讲 很多是先天的事情 那整形美容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主要是有几个事情 我们要了解的 我们这个东西要窄一些 南方要比较长 北方要比较饱满 中部要加强 那中部里面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脸颊的形成地方 那大部分的原因通常是 是基因所造成 骨骼上所造成 有时候牙齿啊 上下咬齿不振 当然也很多 有时候是脂肪不够或很薄 但是这里呢 看起来就看起来比较苦 会比较不可爱 所以呢 很多人把这叫做苹果肌 事实上这超出苹果肌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 尤其比较年轻女士 比较烦恼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案 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这个治疗方案的话 事实上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手术 一第二种是非手术 最近我们多年至于研发 所以我们研发一种技术 一个综合性的技术呢 这个叫做胶原蛋白回脂素 可以满足这些消费群的需求 哇 刚刚苹院长讲到一个重点 什么叫做光活胶原蛋白回脂素呢 胶原蛋白回脂素呢 是一种注射的技术 这个比干细胞跟心筋的 这个所谓的组织工程医学 来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 讲出来真的胶原蛋白质 跟健康微微血管跟脂肪 达到形状饱满提升的效果 第二让皮肤活化 可以让皮肤比较不干 比较亮 比较黄不细 然后也跟毛细菌比较缩小 所以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 然后这个 这是大家可能最重要的事情 它到底跟其他的 这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当然这个比手术来讲 当然简单很多 比抽脂来讲也比较简单 然后这稳定型 比这个填充脂肪 也稳定很多 那跟非手术来讲 比胶原蛋白是维持时间久太多了 这个维持的方案 维持的时间呢 大概三年大概维持70%左右 所以这可能维持四年到五年 六年的时间 这蛮久的 比这个同源症来讲的话 它能更容易长 更多的胶原蛋白 更重要的是不但长 胶原蛋白 只要可以长健康微血管 跟脂肪 所以有这些特别的特色 所以像其他填充物来讲的话 它打进去的时候 是这样子 慢慢慢慢减少 这打进去的时候 慢慢再长出来 相本的方向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持久自然的一个活的方案 这是经文非手术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所以这是几个重要的特色的差别 我刚刚听完孙院长的解说之后 你会发现孙院长呢 他采用的是最新的医学工程 而且加上他强调 脸型的比例绝对不是单一部位 而是全面性来做调整 加上他的恢复期 而且还可以讲出自然自己的东西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了我们孙国鼎孙院长 现在现场跟我们详细的解说 也希望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有任何兴趣 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 真善美整形美容中心 来跟我们做咨询洽询